我们两个要出门了 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吃的用的都没有了 菜什么肉什么都没了 然后我们两个今天要做好房屋措施 出门采购一波 走吧 我觉得我们家的厕材是那种模糊的 嗯 坐啊 你就不说了 没文采也不说了 写的还这么难 来 看看我们隔壁里面 这个又长 写的还好看 然后还有内容 文采也挺好的 明年就写好它 自己搬进去 别脱背 喝点憋死我了 哎 打死我都不出门了 洗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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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把口罩摘了 憋死了 你看给猫咪买的电视台 你自己在那边误讲 这不优客也在上面的吗 把人记一遍 没有 优客都说了 就是 不是 睡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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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你们家里收拾一下 你看回来两天了 心里下都不再收拾了 三天了 四天了 嗯 还可骄傲了是不是 嗯 跟我收拾你干嘛 你收拾完了我做饭 行吧 哎呀 来 你把我起来 我起不来了 今天你的要做什么菜啊 可乐 鸡翅 牛嫩大虾 又有鸡 又有虾 又有鸡 又有虾 还有汤圆呢 嗯 酒酿小瓦子 你都在东北 罐头倒的碗里 也算一道菜吗 真的啊 你笑什么 没有吃到了 不啊 就算一道凉菜啊 我们就有四个菜了 你看你穿个红衣服 戴个黑尾系 像可口可乐 长得还黑 不怎么的 不怎么的 做菜好吃就行 有用啊 一百遮百丑 长得 长得白能找到 那个 会做饭的对象 你看你好好做饭 你那什么态度啊 忘了你扔 你摔个谁的你 嗯 你看你在看什么 你在看可乐机制的叫场 是不是 是不是黑鬼 是不是黑鬼 是不是 现在厨艺有进步了 能一起掌握两个锅了 一会儿要是不好吃我就说好吃 好吃我就说特别好吃好不好 好 我打过了 我打过了 两个 三个 至少 一 lå 我打过了 一位 我起身了 就有法